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經濟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美國聯準會對抗40年高點的通膨 所以繼續升息 升息是三碼 那麼當然多半大家也預期說 應該是三碼 沒錯 不過Fed主席鮑爾預告9月還會升 但是他一再的強調說 這個經濟 美國的經濟是沒有陷入衰退的 而且他還說升息的腳步終究會放慢 讓投資人安心了 所以股市是以大漲來反應 可是事後也有看到Fed的前官員 還有甚至有些分析家就在吐槽了 說希望投資人不要誤判 因為這個利率還會升得更高 美國的經濟有很大的麻煩 安斌 對 今天當然因為他升息三碼 就合乎各界的預期 因為沒有到什麼四碼 那種誇張的程度 所以大家覺得說好像心比較安 但是我很害怕 這是搞不好就是一日行情 也許第二天馬上就會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因為你的根本沒有解決嘛 你的通膨狀況還是一樣嚴重啊 然後整個國際局勢也沒有變好啊 那在這種狀況下 對啊你怎麼搞呢 你的價錢越漲越貴 民眾都快活不下去了 你真的吃東西越越貴 像這個紐約說三明治價格翻倍 有Bacon雞蛋奶酪的成本 2.5塊漲到4.5塊的 冰淇淋車居然也漲價 說油價一加輪7塊錢 那每一加輪冰淇淋進價漲到13元 這些都是一年前的兩倍 所以業者怎麼辦呢 乾脆把那冰淇淋車給賣了 我跟你講他可能想的太美 因為他可能賣不掉 你賣要有人買啊 你自己都覺得生意不好做 你覺得會有哪個傻瓜來接受 對不對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就是你生意好的時候要賣很簡單 你生意不好的時候要賣反而很困難 這個才是為什麼現在大家 經濟率陷入困境的時候 會雪上加霜就是這樣 你知道最近在台灣 我相信全世界跟我都差不多 我們今天台灣的公布的數字就是 我們的房租指數升高了 對啊 租金一定提高的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通貨膨脹嘛 對 房東覺得我入不敷出嘛 所以我就漲租金嘛 那可是對房客來講 我已經在外面的食物 已經把我壓得很痛苦了 然後結果你還要賬我房租 那我還要不要活 對那些做生意的店家不是也是一樣 所以台灣會遇到這種問題 台灣至少我們政府公布的CPI才3點多 人家是9點多 那請問一下 他的情況應該是比我們嚴重3、4倍 是啊 所以美國的情況怎麼可能會變好 而且美國的租金也是漲 房租也是漲 這個房價還沒有看到明顯的下跌 但是租金也漲 英國現在的狀況也很麻煩 你看McDonald 14年來第一次漲價 Cheeseburger大漲了兩成 你看這個Cheeseburger 然後甚至大家都知道這個Fish and Chips 他們的炸魚薯條 這個算是英國很日常的一個平民美食了 但是英國一半的炸魚薯條的餐館可能會因為制裁俄羅斯而關閉 事實上英國之前對於來自俄羅斯的海產品有徵收3成5的進口關稅 不過我想食品的價格這個很明顯上漲大家有感之外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能源的價格 像現在你看英國電網太老舊要付50倍的價格避免讓倫敦發生停電的狀況 那麼歐洲現在還有電力的危機天氣很熱怎麼辦呢 會缺電而且電費之高 你看英國百姓每個月的電費可能要超過500英鎊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金額真是嚇一大跳 因為這是折合台幣1.82萬元 一個月一個月就1.82萬元的台幣左右的金額 簡直是貴到太嚇人了 那麼英國還有每日郵報也有報導說明年1月份慘了 因為英國一般家庭一年的電費可能會增加到3000多英鎊 折合台幣大約是10.8萬 那你知道多少人會深受其害 上百萬人會陷入貧困 就因為這個能源高漲實在是太可怕 來 老師 能源高漲是一個大問題 能源高漲你所有的東西物價也跟得上 你剛剛提到電力 因為我們在歐洲生活我們知道 他們的電價確實很貴 當我們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都發覺我們的電幾乎不要淺 由於台灣的電幾乎不要淺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台灣人沒有那麼珍惜用電 就是說那個電隨時可以開著完善把它開著 可是我們當時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我們出入我們一定把電關掉 因為那個電費實在太貴了 現在又漲成這個樣子 漲成這個樣子我想一般的平民百姓最苦的地方是在於 他的可支配的現金真的是不夠多 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由於像歐洲他們的 我們講的就是社會安全保障系統 這個社會安全保障系統使他們所有的有失業保險 健康保險還有一個退休的保險 就等於是他們是全民我們台灣是軍公教人員才有這種退府制度 他們是全民的退府制度 由於這種全民的退府制度 所以使歐洲人他們基本上第一個税很高 第二個他們本身就不太需要儲蓄 因為他們退休之後他們基本上就會有每個月支領的80%或是60%不等的 他們的薪水的費用來過他們的退休的生活 因此他們基本上不儲蓄的行程下他們的現金可支配的金額真的是不多 這次物價一漲的話他們如果薪資不漲他們根本就活不下去 所以這些中產階級會墮入無產階級或是墮入下層社會 那這個是對於整個社會是不穩定 一旦不穩定的時候這些人會要求要出來要漲工資 他們就會出來罷工會出來遊行會出來示威 那俄國已經開始警告歐洲大陸 說我已經要整修我的北溪一號線 所以我在這一次我整修一半 但其實他等於是在警告你歐洲 說我冬天的時候很有可能整個關掉 你歐洲你自己準備好 第二個呢當他減了一半的時候 你看歐洲馬上要從美國這邊 從其他國家掉易化能源 從掉易化天然氣 一掉的時候那個費用就漲了好幾倍 費用漲了好幾倍 那就造成了美國的物價也上漲 為什麼 因為這些易化天然氣公司的話 你歐洲的價錢比美國本土的價錢高 他當然以先輸出為主 那你一旦輸出的時候你國內不足 國內的天然氣價也會上漲 所以美國人也慘了 也都上漲 所以我覺得普丁的這一手 坦白說下得很巧妙 而他這一手確實把歐洲跟美國 他們的經濟打得不輕 那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歐洲的社會動盪不安 經濟狀況越來越糟 保證他們絕對示威抗議遊行就不斷了 是啊 我就看到美國媒體把它形容為 the worst nightmare 最糟糕的惡夢 所以您剛剛講到這個 有北溪一號的問題 這不夠嘛 就是不夠 所以看到德國旅根島有七個市長 還聯名上書說呼籲開啟北溪二號 來進口俄國天然氣 當然德國的副總理說 你啟用北溪二號 這根本就是舉白旗嘛 怎麼可以對俄羅斯舉白旗呢 但是問題俄羅斯就是檢攻啦 那你德國如何面對呢 現在面臨冬季能源可能不足的問題 就考慮讓核電研議 那核電研議的話 那他們的這個外交部長 還是個綠黨的 那現在呢恐怕只有緊皺的眉頭 但又能如何 好 剛剛大家在是問 說500英鎊大概是多少人民幣 結果呢這個 聽說4000左右啦 4000 那真的是蠻貴 反正總之這真的很嚇人 然後剛剛老師也提到說 會有罷工的問題 沒錯啊 其實在前幾個星期 我就看到這個有BBC啦 還有外媒有報導到 英國鐵路員工要罷工的事情 說4萬名不滿薪資工作條件 發起全國大罷工 連鐵路的網路都幾乎陷入了停擺 陷入了停擺 這很可怕耶 很嚴重耶 大家這個動彈不得了 可是呢 無解因為就是能源的價格 居高不下 所以呢 所以現在抗議抗議也沒有用 來 這個委員 源頭就是惡物戰爭啊 不用推卸其他的責任了啦 惡物戰爭就提供 因為你要把蒲田 壓在地上打 沒有打死以後 他現在化招更多啦 對 所以你就要承受這個苦狗 苦狗 那現在好了 問題來了 通貨膨脹就是什麼 就像一個人發燒嘛 發燒就要吃退燒藥嘛 那退燒藥就提高利息 提高利息就退燒藥嘛 那每個體質不一樣喔 比如說賴教授體格比我好對不對 他一下子可以吃10顆的退燒藥 我的體格吃了兩顆 所以我搞不好就要跑廁所啦 問題就差很多啊 這樣為什麼呢 美國說我已經提高三碼 因為我看起來我的失業率還沒有增加 所以我沒有經濟衰退 我可以繼續提高 德國呢看一看 我只敢提高兩碼 因為美國吃三顆退燒藥三碼 德國只能吃兩顆退燒藥 再吃多一點 他搞不好就要跑廁所啦 那英國呢更慘 他現在連退燒藥都不太敢吃啊 所以每一個國家的體質不一樣 那沒辦法 你們要支持美國去消滅俄羅斯 消滅不成 大家拼命吃退燒藥 那你怪誰啊 委員那你看你剛剛講的德國嘛 對 德國IMF都說 今年可能他的經濟是G7當中最差的 然後中產階級是不是崩盤呢 因為記者去看柏林的一個救濟中心 就發現裡面在排隊要領救濟糧食的 幾乎都中產階級 而且一陀拉庫都是年輕人耶 那這誰搞出來 不就你那個德國的內閣嗎 就像剛才你講那個綠黨的外交部長 最早說叫烏克蘭喊打狠殺是誰 不就是他嗎 對 那他現在怎麼樣 哇現在沒電了 就開始說我要開動 他們開動這個核能電廠 開動核能電廠 開動燃煤 什麼都來了 而且我跟大家講 德國的燃煤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煤炭 他是純粹在核煤 不像印尼的煤還不錯 澳大利亞的煤也不錯 德國的煤是核煤 燒起來是什麼 是烏冤彰性的 德國在希特勒時代 搞工業的時候 那個柏林根本天空這樣一層灰 那你德國不是綠黨嗎 外交部長嗎 那今天你自個人的業 個人單 不是你幹的事情嗎 那為什麼這麼多德國的中產階級 要淪為這種救濟的對象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訊耶 對一個執政者就是要讓 無產階級脫貧 要讓中產階級往上爬 這個社會才是一個正常 而且是成功的一個執政 為什麼我們大家 現在動不動都感念蔣經國 就蔣經國那個時代裡面 台灣真的脫貧嘛 蔣經國那個時代的時候 搞了很多的政策下來 我們今天才有台積電在那邊誇樣嘛 結果現在歐洲是越來越窮啊 你歐洲呢 就只是為了一個烏克蘭 那大家集體什麼 八道兵兵也要挺烏克蘭 是不是很好笑嘛 可是現在你看澤倫斯基的 你看韓冰 他跟他的夫人還在忙著 接受國際專訪 然後還有像是為Vogue時尚雜誌 來拍時尚雜誌的照片 那這個烏國的大兵 飛機的殘骸通通還入境 你看拍這樣的照片 那麼他甚至還向美國求援說 通膨新冠疫情都微不足道 幫烏克蘭採中藥 戰爭結束之前 對烏克蘭的援助 是遠遠不夠的啦 所以要求要給烏克蘭更多的協助 但他自己在那裡拍時尚照片 我覺得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國難秀嘛 因為其實我馬上想到誰你知道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防疫的時候 陳時中跑去拍了一大堆 什麼一下穿個大衣啊 一下有Vogue啊 什麼什麼的 上那些雜誌啊 作秀 對也是在作秀啊 這是不是跟陳時中那時候很像 大家在防疫交同賴的時候 你跑去造神 那同樣的這也是一樣嘛 可是問題是你說陳時中 那不一樣啊 他竟然還是在戰事期間耶 其實我們當時防疫士同作戰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啊 那我覺得他最荒唐的就是 澤仁斯基奧最近有一個 就是西方不知道是拍馬屁還是幹嘛 因為說發現一種古生物 那古生物是軟體動物有十隻手臂 然後結果就說 這個把他命名為澤仁斯基 本來意思好像是要吹捧他 可是在我看你根本就是在羞辱他吧 因為他有十隻手臂 這是幹什麼你知道 到處要錢啊 他跟全世界要錢 所以他有十隻手臂啊 而且他又像變形蟲一樣 因為他立場一直在變啊 一下說我要跟你和談 然後一下說我要打到克里米亞拿回來 每天在變 所以就跟變形蟲差不多啊 所以澤仁斯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現在你的國民正在水深火熱當中 你去拍這種照片 幹嘛 你在幹什麼 你們在顯示什麼東西嗎 這樣真的會讓人錯覺 就是說是不是烏克蘭還好啊 這部電影叫什麼 瘋火冤央情還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因為你拍這種照片幹嘛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澤仁斯基每次跟外國要東西的時候 就一副毫不客氣的樣子 好像人家都欠他的一樣 什麼叫做疫情跟通膨都不重要 那我直接幫他翻白話好不好 意思就是說 你們死一死沒關係 你們全部死光都不重要 我們烏克蘭比較重要 這樣子人家還會給你錢 你是覺得外國人腦袋都有動 好不過最後一點 這個有關於武器採購的部分 要請教一下這個賴老師 因為柏蘭這邊的國防部長說 柏蘭要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嘛 結果他們是選擇像韓國定1000輛坦克 600多門榴彈炮 三個戰鬥機大隊 而第一批榴彈炮跟坦克 會在今年交付波蘭軍隊 為什麼是選擇韓國呢 那過去好像印象中 都是跟像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那現在選擇韓國的用意是什麼 難道是想要擺脫美國嗎 波蘭跟歐盟的關係並不融俏 波蘭在前段時間也因為 他對於性別的問題 他的立場 那個違反歐盟的一個 基本的價值跟原則被制裁 是 本來歐盟有一個共同的一個默契 就是說歐盟的國家 盡量採購自己國家內的 就是歐盟內部的武器 但是波蘭跟歐盟的關係比較緊張 那目前來講看起來是 韓國他們的軍工企業 成功的把他們的產品 推銷給波蘭 我相信一定是價格好 那以韓國的戰鬥機中隊 我覺得應該是噴射戰鬥教練機 因為韓國還沒有真正像樣的 像IDF我們的軍工號戰機 這樣的一個制製能力 他有這個戰鬥教練機的制製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訊息 應該是有一些問題 就三個戰鬥機大隊的話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指的 我的推斷了 因為韓國目前來講 他還做不出這個新一代的戰機 他能夠做的就是戰鬥教練機 所以應該還做不到 那地面部隊的話 以韓國目前的情況 能不能禁得起實戰還要考驗 所以他們能夠 像韓國買這麼多訂當 恭喜韓國 台灣相對韓國來講 就很不掌勁了 不過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恐怕不是只有波蘭 我看其他的歐洲國家 在因為這場俄乌戰爭之後 委員我看起來 大家都積極的加碼來採購軍售 對不起 賴教授的意見 我都很尊敬 跟這一點我意見不太一樣 以韓國人在外面賣核電廠的功力 賣這個軍售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們韓國人 對不起韓國人如果講錯 我可以修正一下 韓國在賣這種東西 像以前賣核電廠 就已經被外國媒體已經講得很難聽了 他們很善於用錢跟美色 來說買對方的官員 這一點是全世界沒有人能夠跟他比的 沒有人能跟他比的 那宇月波蘭的總統很高明 我跟你講東歐以後變形現在的總統 都亂七八糟了一大堆 那看到美色跟看到金錢 會不動情 輕鬆擁有五星級的享受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他可以拌麵拌飯 然後你燙青菜加一條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條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購買